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职业他们应该要有各自更突出的故事 但是以前都没有跟大家讲 在这次改版之后他想要透过这个故事 来跟大家阐述奇事跟黑妖 在雅丁大陆里面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地位 所以这次改版也算是我们可以期待 他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改版 对于这两个职业来讲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后面也因应这个活动 所以会有这个TJ 那目前有一张之后会再多两张出来给大家 我们后面会来跟大家讲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改版里面 除了刚才看到那些之外 还会有什么部分 那首先当然不外乎的就是两个职业 包括骑士以及黑妖 那骑士他在以前的故事里面 骑士本来就是雅丁大陆里面非常强大的一个角色 那在这一次他改版之后 他就说在战场里面一道光会驱散所有的黑暗 所以就表示说骑士他又要重返荣耀 那黑妖这个角色他应该说职业 他本身就是在这个雅丁里面 他是属于比如说居住在这个比较阴暗的地方 就是黑暗的地方 所以他叫黑暗的这个妖精 他黑暗妖精他的强度 其实在以往来讲 旧版本来讲他其实是非常强 就包括比如说隐神术 会心一级 这个非常强大的技能 但是在我们天堂M里面 目前的设定来讲 的确这个黑妖的特性完全没有展露出来 所以在这一次改版里面 他也会去大大的调整黑妖的这个他的一些设定 那在下一个部分呢就是 比较特别一点 他会推出一个所谓的赎罪空间 他是说被红光所突破的一个赎罪空间 是不是表示说这是一个新的副本 又或者是以前我们在天堂里面有看到所谓的地狱嘛 杀人之后变红人 红人之后进地狱 会不会这个地狱会重新复刻在天堂里面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右下角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其中之一 就是所谓的一对一交易 大家看这个图示就知道 两个握手就是这个互相的这个交易 从这张图面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防具还有红布 再来是这个技能书 然后呢 紫色的武器 纸布还有这个金布 基本上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说 从红色以上的东西 都可以来透过这个一对一来进行一个交易 那交易的方式呢 当然就是透过蓝钻 但是这里面没有提到说交易的手续费是怎么计算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交易里面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直接透过交易所 你可以在世界屏上面喊 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去跟人家说 你想要收什么装 可不可以私下来做一个交易 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不用怕装备被别人抢走 那最后呢 当然就是TJ 那既然讲到TJ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详细一点了 这次的TJ呢 总共会给你两张 那这两张的方式呢 是透过你去拿取这个所谓的 这个season pass 那这个就是从这个商城里面 你用200万金币就可以去购买了 那拿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换这个所谓的 呃变身 或者是娃娃的这个TJ优惠券 那这个TJ优惠券的赎回方式呢 它的计算区间 是从2021年的6月23号 一直到2022年的3月16号的维修之前 这段时间你有合成失败的 它就会算进去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TJ呢 它跟之前的选择一样 你都可以去自选成功要哪一张 失败的话 你可以选取五张候选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你看像它这个画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想要成功的时候呢 我想要屠容者 但如果失败的话呢 我从这五张红片里面啊 让它去随机中一张 那这五张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配成 譬如说 我这几张卡片 可能都缺 又或者是我这几张里面 我刚好都重复 我想要哪一张重复的 这个都可以喔 那全部选完之后呢 它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成功的话选这一张 失败的话 后补后选选这几张 看你自己的运气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样子非常方便 那再回顾来说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 会有这个所谓的预先登录嘛 那这一次的预先登录奖励 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喔 它的预先登录 分成了新伺服器 以及旧伺服器喔 那每一种呢 它都分成两种奖励喔 我们来看一下 旧伺服器的第一个奖励喔 这个其实比较适合老玩家 它会给你这个 抽卡 变身以及娃娃的最高级抽卡 然后呢还有这个技能的抽卡包 三个福石 然后呢 50个纯白万能药 10个圣水 以及50个这个幸运方块喔 那这个幸运方块呢 总共给你50个 在里面有机会去开出 纸布 红布 守护石 然后一些抽卡 然后祝福福一卷轴 这个祝福粉末 这是高级的喔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三色硬币啦 补充石啦 或是这种修炼的经验值的箱子喔 这个奖励其实是非常丰富 就是你可以从里面去抽 而且给你50个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看第二个喔 第二个的话 他其实比较适合一个回国玩家 或者是新手啦 他会给你一个活动的一个壁甲 以及这个伟大的武器箱 伟大的防具箱 还有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成长箱 以及这个伟大的这个幸运方块喔 还有这个视频的选择箱 这个都是加三的 两个 加三的两个 加三的两个 那十个龙之胜水啊 那这个呢 这个壁甲呢 他是活动型的 就是期间制 他一定会删掉 那他只有在骑士跟黑暗妖精身上 可以去装备 就是专属的就对了 那里面给你提供一个防御减三 以及这个近距离的命中伤害加一 还有这个HP加50 那另外还有一个 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发动效果 那武器的部分呢 他会给你蓝五喔 这个都是期间制 活动的 之后就会删掉 他会给你加九的蓝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盔甲的部分 就是装备的部分 也是给你一套 五官或神官的 加七的这个防具 那上面有提到说 这个成长方块 就是伟大成长方块 他里面会给你 金燕卷 金燕药水 还有这个伟大的成长能量 伟大的战斗卷轴 伟大的龙之珍珠 还有这个符石 抽卡 技能抽卡 以及纯百万能药 那当然这个幸运方块呢 跟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都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再重复的去讲 所以这两个选起来的话呢 大家应该知道 来我们看一下死神伺服器 死神伺服器的话呢 那第一个他是给你这个抽卡 然后呢 25个纯白 然后符石 以及10个 融资圣水 以及50个 一样这个幸运方块 但幸运方块里面的东西 就不大一样了 纸布红布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住户富裕卷轴 那他这边呢 是有这个住武住房 这个大家去留意一下 他的奖励 跟一般伺服器是不大一样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也是所谓这种有武器的 那这个部分呢 一样会有给你一个活动的臂甲 然后武器 装备箱 成长箱 还有这个幸运箱 一些基本的饰品 还有这个融资圣水 那这边的话呢 他武器给的 刚才是给加9嘛 这边是给加7的 那防具的部分呢 就是给比较一般的 安定值过一的白装或绿装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在成长东西的部分呢 他也是给你这个 任务通关卷 精英药水 这个应该是叶子 叶子强大的 伟大的成长能量 伟大的战斗卷 伟大的龙之珍珠 下面这些基本上都是一样 那唯独就是他的 这个幸运箱里面 开出来的东西是 跟一般的伺服器不大一样 大家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些东西呢 他都会在3月23号 来做一个改版 所以这一天啊 距今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非常重要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骑士跟黑妖 终于可以重返光明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其实我觉得啊 如果有一个救职业 可能会被克的情况来讲 可能影响最大的 会是死神 毕竟死神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他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需要其他的职业 来跟他做一个对抗 那除此之外呢 稍早我们有发了一个影片 就是把这个 官方已经把这个 传说级 英雄级 神话级的视频 还有一些装备 做了一些能力的调整 那这边我的预测是说 在这个改版推出之后 会推出新的副本 那里面的怪物呢 会比现在还要更强大 那聚集这些改版的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游戏里面 难度当然是强的地方 一定又会更强 那职业的部分呢 到时候 还会有这个所谓的转职 又甚至 会有技能株的贩售 到最后详细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会再跟大家做 进一步的分享 请大家一定要追踪 订阅 并且按赞追踪我们的频道 那么这影片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